今天的五间大头条马上来关心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又发生事故 这是405车次的太鲁阁号列车 上午的8点45分通过宜兰五塔站时撞到了一名工人 据了解当时月台在施工 而这一名工人疑似为了减食物品 在没有瞭望人的情况之下 擅自跨越月台 造成列车刹车不及掐撞到工人 幸好意识清楚被送医治疗 而台铁表示经过调查 是厂商擅自进场作业酿成的意外 已经要求要对厂商采取重罚 而且不排除会解约 台铁二号才刚发生太鲁阁出轨意外 不到一个月又出包 一辆405车次的太鲁阁列车 24号上午8点45分通过宜兰五塔车站时撞上一名工人 根据了解当时五塔站的第二月台 正在进行月台加高工程 但一名工人在没有任何瞭望人的情况下 为了减食物品擅自跨越月台 导致405车次到站时 刹车不及和工人发生擦撞 被撞的工人被送往博爱医院治疗 虽然意识清楚 但是他左胸疼痛 左肩疑似骨折 头部还有四公分撕裂伤 施工包商和台铁员工都到医院 关心受伤工人 而这辆405车次 原本是要从台东开往树林 没想到却在宜兰南澳五塔站发生意外 列车也在月台停等了13分钟 才又重新行驶 造成北回线部分列车出现延迟状况 台铁表示经过调查 是宜兰公务段派员办理的保修作业还没完成 但厂商擅自进厂作业才会酿成意外 目前已经要求对厂商采取重罚 并不排除解约 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节奏和报道